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问我们上次的季读在哪里 216月吗 不止 快结束了 应该在 264页 你看旗山 不静幻生的 限起这里 这边 我们看文字 对此 我们可以用问答的方式 来做略数 有人问 譬如 休息 密集金刚 我们尊 那所信起的不静幻生是密集金刚吗 那当然 升起不静幻生 在密集金刚加行道是第一法的上品后位 所限的三倍并非密集 只是道位 现在讲 他的讲不清楚 因为外相还是密集金刚 因为你在升起赤地之后 已经本尊认认 虽然不静幻生 不是果位 果位已经成佛了 那没问题了 但限起的外相还是密集金刚 所以他答的不清楚 果位就果啦 接下来再不静幻 当然是道位 不是果位密集金刚 却是外相的道位金刚 这样懂 因为他在家行道 那这道位密集金刚 周边不是密集 这个是写错的 道位密集金刚 周边不是果位密集 但也是密集 不是果位 还没有成佛嘛 所以这文字有些 答得很怪了 答得很怪 那在菩萨地的菩萨 因为密集不是果位 这个是错的 错的 因为呢 已经家行道 已经菩萨了 家行道已经菩萨了 还要说 住于菩萨地的菩萨 因为密集是果位 这个就是不是果位 但是是道位 这个是没错的 所以很多文字 答得不够周全 还有这个在 他答的 在密集加行道 施地法的上品后位 上品没有后位 上品就直接到见到位了 下品才有后位 知道吗 这个地道的 有没有问题 清不清楚 你不懂 你不懂 我只知道你不懂 不懂也不问 这方叫 赋地法 出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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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granted 从이 出级 这个数位 这 都真的有 至级 把这边段 这是同一位 同一座 对 对 跟別人 dos 刚 这家行道 怎么算大 科 車 比較軟 它這每一個都有下 中 上 三批 四第一法小聖沒有 大聖有 現在講是菩薩 雖然也是分下 中 上 那再來是劍到尾 雖然它這個叫道轉道 從家庭到達 它必須經過兩個十邊去插樓 這個是城市插樓 所以它從這邊錄定 錄定 就是同一座 到劍到位 劍到又分 我們叫無劍到 了解 這個是同一座 從這邊是同一座 錄定 然後到這邊出定 這是同一座 所以這裡解上品 寫錯了 因為上品 上品這個是十邊去插樓 一定在下品錄定 然後經過中品 上品 無間道 無間道 解說到出定 這個同一座 這裡寫錯了 我改成一個上品 改成下品 這邊錄定 下品錄定 這邊沒有後得位 所以越在密集金剛四第一法的下品 可是下品到後就變見到位了 所以這個打得很奇怪 因為不鏡換身 是要變成這個多少 劍刀就變清淨換身了 跟不鏡換身沒有關係 你到劍刀也沒有成佛 也不是果位的密集金剛 所以很多傳承很奇怪 似似而非打得很奇怪 知道它問題在哪裡嗎 答錯的問題在哪裡嗎 異雄還看不懂 我問說 不鏡換身是在見到位之前 還是在見到位以後 對 那現在不鏡換身 是加行道 這不可能到四第一法 一四第一法後面 就變成見到位去了 那不鏡換身 那不鏡換身 那本身的可能是出定的 那本身是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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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第四四季光明 那這時候就見到位 對 但是現在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不鏡換身像那個閃電的比喻一樣 他 如果 他還沒有在錄定 他還沒有錄定 到見到聖陰光明的時候 他還會在出定到出的身 那他在出 那回到出身 他是錄定還是出定 因為比方說佛陀 錄定跟出定 可以在同一座 但是佛陀之下 的菩薩 他還是有錄定跟出定的差別 但是不鏡換身 他本身是出定 所以他下一個動作是錄定 但是他 要回到出生 出生的時候 什麼叫出生 就是 那是入空性 因為他那個 趕裹的身體還沒有去掉 所以他必須 還要再回出生 那他回到不鏡換身 就運生 對 出生 他到底這個動作是錄定還出定 如果是回到就運生 要錄定 他錄那個 那個聖陰光明 玉光明的定 所以說他錄定有兩個情況 第一個是錄定 是到那個 就運生的玉光明的定 對 聖陰光明 就是第四次定 另外一種是 他錄定回到玉光明 對對對 我是有這兩種情況 那出定是為了集聚福德資料 那錄定是要修玉光明 哦 對對對 所以這個還沒有到這裡 那這裡寫錯了 寫到劍道位去了 所以打得很奇怪 知道問題在哪裡了 一種還是聽不懂 不是啦 你要思維我那個人刺地啦 不靜換身是什麼時候升級 那到劍道位是清淨換身 跟不靜換身沒有關係啊 那是從不靜換身 進入到清淨換身的過程 跟那個什麼 不靜換身不是不密集 這個很多奇怪 不管是清淨換身也好 不靜換身也好 都是到位的密集金剛 一定要成佛才叫果衛金 果衛的密集金剛 所以你問這個 什麼 刺地法那個根本沒有關係 所以說我們說 他到劍道位是出地菩薩 但是他 在出 在 在出地了以後 就是一光明在出地的時候 他是 清淨換身 清淨換身是屬於二弟嗎 二弟菩薩嗎 二弟後 對 二弟後 因為之前是 煩老帳斷掉是屬於劍道位 對 沒錯 覺得我們自己表達很奇怪 好 義雄思維一下 好 那第二個問題 不靜換身是苦地也是到嗎 現在這苦地什麼叫苦地 知道嗎 被我質跟煩惱夾雜 陷起的叫苦地 有我質跟煩惱夾雜的叫苦地 那這個在兩個來說呢 苦地的內涵呢 我們從 有兩個角度 苦地把它寫一下 不靜換身跟舊印身 因為他的我質沒斷 所以他必須依靠一個舊印身 來維持他的能量 所以中間有個光帶 銀帶 必須靠銀帶 維繫他們兩個的關係 就像說 我們講的是 我們叫舊印身 這是舊印身 這是不靜換身 不靜換身 不靜換身可以很多 這個就是不靜換身 那這個兩個呢 這個中間一定跟那個 中間有個叫銀帶 或叫光帶 光帶聯繫 因為他的光帶 這個要必須他能量耗盡的時候回來 必須靠舊印身什麼 能量攻擊 那為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呢 我直 沒斷 就是我直 沒斷 需要靠舊印身 所以這個是像做夢一樣 夢兒 睡了帶走也要到光帶 對 你要洗的時候 對一定要回到身體 不可以離開 如果清靜換身 我直斷了 這個光帶就沒了 他想回也可以 不想回也可以 看他 可是如果想回他 光明 光明 生意光明 只有兩天到三天實驗 那之後 之後那個鼻孔就出血了 然後 那是死亡 這個沒有死亡 這個沒有死亡 他是沒有死亡 所以清靜換身的時候 沒有死亡 修到清靜換身的時候 他可以回來 如果真的死掉 就死有時候 真的要清靜換身 他是回過來 那就沒有清靜換身 清靜換身 一定不會死 一定不會 一定成佛後才說 沒有成佛之前不會死 所以他就沒有什麼鼻孔的問題 什麼 臨終鼻孔流血問題 那是死亡 可是震得不進換身 就不會死 何況是清靜換身 有啦 那個溫 很多 但是是沒有 清靜換身喔 沒有講的 成佛都有啊 溫沙巴啦 蜜樂日巴啦 這些都有啊 只是沒有講的很詳細啊 可是他們的遺體 都已經不知道了 但遺體 救援身 一定要消掉的 是清靜換身 不會死啊 喔 他清成佛 這個救援身 就可以捨掉了 不需要了 他不需要這個救援身 救援身是有肉的 他不可能保存它 這樣講 這樣講 所以因為呢 有我耳直沒斷 所以要需要光帶 靠救援身的攻擊 所以他要常常回來錄定 跟救援身結合 然後儲藏能量 然後能量夠再出去 做洗針懷珠啊 敬醉騎士或集聚 有很多資料 就是因為這樣有光帶 需要光帶 然後那個 其實他在救援 他自己決定 他自己想不保 他自己自己 不是用意志的東西 控制說他 他醒不行啊 就像我們做夢 夢來講 人夢得很好 然後 那 可能八個小時他醒 那有些是做噩夢 那這個一個小時 他就下來醒 所以他有些話說 我要吃的真理 他能不能用意志的控制嗎 可以啊 這兩個可以溝通 可能可以溝通 所以可以 直徑到 直徑換身 他比較說 直徑換身 直徑說我可以 直徑換身說 直徑換身說 直徑我小子 他可以保持這個病 對 就是說 就說 你有個化身 那化身做事 啊我累了 可不可以回來休息 那本尊說 可以 我現在可以 那你回來休息 如果本尊正在忙 對不起 你稍等一下 五分鐘後再回來 那這個情況 只要他一個人 就不進去換身 然後他這個救人身體 可能被他的情緒 控了一下 或是有問題 親人一下 對 所以影響到 不進去 對對對 會影響 互相影響 對對對 對對對 有沒有看過媽祖傳 林末良 那個媽祖傳的故事怎麼樣呢 就是說他入定 入定他的禪定中間出去嘛 出去的時候 剛好他的哥哥跟爸爸去捕魚 遇到床難 然後呢 他就用禪定 把那個爸爸身體 那個神事啊 跟哥神事把它提起來 只要神事不死 身體就不會死 那結果他媽媽 聽到說他 那個他兒子跟丈夫的床遇難 就擠著 莫良莫良 趕快救我 那個 你爸爸跟哥哥 一推 一推 那個身體 救醫生一推 然後那個林末良 媽祖那個禪定中間 就被影響 所以一推就掉了 掉了 他爸爸那個神事掉了 就變成爸爸神事跟身體 就漂流到大海去 所以那爸爸 就沒救出來 哥哥那個人還挺泥著 所以哥哥就救到了 所以救醫生跟禪定中間有關係 神現到醫生好像會有困難 這個人突然 就是失去意識 突然失去意識 然後呢 醫生就是判斷他沒有心跳 他腦也老死 就宣布死亡 但是真的他那個紅白菩提 還沒有出來 他就宣布死亡 那這時候遺體就可能 鍍煉或幹嘛 那這時候如果 他是不進化 真的要回來 他就沒有機會回來 對 因為身體不見了 那 那這樣 那變成這樣 因為他身體已經燒掉 那個光帶就斷了 光帶就斷了 這斷了就回不來了 那除非他躲射 就另外一個 舊的身體去躲射 那時候要準備 其實現在有兩個傳承 比如說地水火風 第一種傳承是風入於空 然後第二種傳承是地水火風 風入於四 四在龍於空 好像有兩種傳承 現在有兩個傳承 他們有些矛盾點 就是說地水火風空 那其實空就是講四空 白顯 紅針 黑靜德 居生 四空 沒有講清楚 那個空不是空間 是心事的空 不是虛空的空 對 不是物質的空 是心事的空 那這個空 有人把它當成是八十望鏈的轉化 就先有 三十三塵 四十灘 七個吃 然後七個吃完 再進入白顯 我認為這個傳承是矛盾的 應該是在白顯的時候 因為它是有戶無忌 白顯的時候是陷起三十三塵 紅針的時候陷起四十的灘 那黑靜德前半部陷起七個吃 這個叫有戶 因為有煩惱陷起有戶無忌 這個比較符合理路 可是很多傳承是在白顯之前就陷起八十望鏈 這個跟有戶無忌就搭不上 如果八十望鏈在白顯之前就陷起 那白顯紅針黑靜德就變成無戶無忌了 所以很多傳承會互相矛盾 那四就是空 它這把地水火風融於四 那個四可能是初分的四 初分的四 那初分的四在融於那個空 就是白顯紅針黑靜德維繫心 所以它沒有講得很清楚 atac 所以比如說空的風… 我覺得它不完全在錄裂 好像又有點不一樣 比方說我們練那個翁 瘟巴巴修豆四叉疙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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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瘙疙疙疙疙瘙疙疙疙疙疙疙瘙疙疙疙瘙疙疙疙�夙疙疙疙疙疙瘙準疙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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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疙� 然後這是從生起本尊嘛 就是 幻化本尊 就是頓生起的時候就是練這個空咒的時候就頓顯這個全身的本尊 這是第一種空 那第二種是全職瑜伽跟那個 隨滅瑜伽 那這兩個是 收射 對就是收射 收射以後變成了空 這兩個空好像一個是 從空隙裡面伸出來 好像像虛空裡面伸出來 另外一個好像是本尊收射到這個空 這兩個空好像不一樣 因為一個是可以因緣起的空 因緣而起的空 空性生起色靶 另外一種空好像是無所緣 無所緣的空 這兩種空 空性好像不太一樣 他們的傳承 很多傳承都試社會 他的空 其實他講空向的空呢 他是空性的空 他們沒有界定很清楚 那空性也是空向 所以我們講 往所緣的三毛 所緣的三毛 所緣的三毛 是在空性中 無空向中 陷起幻化本尊 所以從空 陷起幻化本尊這個過程 那隨便宜潔跟泉水是從有 進入空向 剛好相反 是相反 這兩種空是等於嗎 如果以空向來說等於 空向來說是等於 是一樣 那如果是從空性 他就不了解 沒有講清楚 對 到底是 自性成立的空 還是地史成立的空 還是空無的空 就沒有界定清楚 所以應該是要用自性成立空 這個來講 可是一般傳承 沒有講得那麼仔細 所以顯教了解 原來應該是印常派的自性成立空 不是只是空向 但是一般密法傳承 只講空向的空 對內涵什麼自性成立空 歷史成立空 獨立十字有空 沒有講 那法徵比較接近 哪有空 自性成立空 才是最究竟的 來 你要畫第二空 穩固空 她兩邊 不靜換生 不只喔 我講不靜換生 無量無邊 我是想寫了兩個 你可以畫無量無邊 很多啊 對 很多 我只畫兩個 很多很多 一不靜換生 無量無邊 我是畫兩個而已 不靜換生 後面有寫了叫陸陵嗎 有的時候有陸陵嗎 那是幻画的听 对 无量的变 对 就像镜面一样 对 随缘而现 就是说你要度画你的水哥哥 你就画一个樱花生 度画另外一个樱花生 就随缘映现 就像水晶球 看到一雄你就一个樱花生 看到我 就一个樱花生 它可以随缘变化 所以可以无量无边的 我只画两个 不只 对 不只 那樱花生有什么 樱花生就没有 更强 因为樱花生跟身体 没有可以切割 我没有光带 它没有光带 对 樱花生就没有光带 它没有光带 那樱花生就继续有光带 没有 因为我只才跟旧生有光带的牵绊 清清幻生没有我只 就不需要牵绊 它不需要光带的牵绊 它可以去做很多事 不需要旧一生的补充能量 牵绊 牵绊 就像说 你妈妈要生小孩 必须要有个脊带 脊带由妈妈供给营养给小孩 那如果没有脊带 妈妈没有把给小孩营养 小孩就死了 但是如果说一个圣者 他出现的时候 不需要靠妈妈的脊带 圣者 卸脱者 他投胎不需要妈妈的脊带 那就更好 不用牵绊 不用被妈妈的主体掌控 了解 刚才讲的那个 妈祖传那个林末良 因为他妈妈推他一把 所以他就 爸爸就救不出来 如果清清幻生 怎么推也没关系 对啊 但是不会被身体影响 对对对 所以这个叫牵绊不是好事啊 我执我有牵绊 光带的牵绊 这样了解吗 你自己要好好修 别人的事管不了啊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跟你没有关系啊 你要靠他的方法去修才是正确 别人修到什么量跟你没有关系 所以我信里面的 释迦牟尼佛 还没有 释迦牟尼佛 麦克风 麦克风 因为有人要听 所以就是说 释迦牟尼佛没有入不败名典 这时候 我们讲说这个光带 这个光带是 这个相续是成立的 但是如果释迦牟尼佛 入于不败名典 那时候这光带就消失不见 不是 就运生就切断了 是 现在你在 不静患身回到身体的时候 光带就缩小 在身体里面看不到 要了解 你出去的时候 光带才看得到 对啊 那你就是讲不静患身的时候 对啊 因为释迦牟尼还没有入到不败名典 那是 那是周片 那释迦牟尼没有入不败名典 根本没有患身啊 不静患身 没有披育光明之前 不用不静患身啊 那没有不静患身不用讲光带啊 这样了解 不静患身最 不静患身是玉光明嘛 对啊 你没有真的玉光明之前没有 玉光明是 但是玉光明跟究竟玉光明它有差别 就是玉光明它是 片行器的一部分 还有其他上行器下行器有入到不患名典 这个你要收射到指引器 它就可以成为玉光明 但是究竟玉光明它要把所有的 片行器都要集中 全部入于不患名典 这时候呢 它才有达到究竟玉光明 对啊 究竟玉光明就是输定后就不静患身 不管你怎么说 那最后 最后是持命器嘛 因为师父讲的 最后就持命器 一定要收受到持命器 持命器是最后一骨气 对最根本 那进去骨患明天 那就 那就这个救育症就要丢掉 不是丢掉 它还在啊 需要用它怎么会丢掉 还是要 还是要 不静患身要需要它 怎么会消掉 怎么会消掉 把救育症如果有救育症的病毒的话 你直接营救育症的病毒 可以消耗自己的病毒的话 可以啊 你可以用方法 可以用方法 就是把那个在我们身体的污垢 或是病气 可以啊 靠你的能量 去把那个旧的那个救育症把它改善 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这是怎么讲 我们怎么会说 得到了不静患身之后 不静患身是属于无上秘所修炼的 那我得到不静患身之后 像这位师兄讲 我可以改变救育症 那可以改变救育症 这个功 就是这个能力 有没有就像下三部有讲 下三部就是他没有所一事成佛 但是他可以把这一生的寿命延长 所以说我只要得到不静患身的时候 如果我要有所作为的话 我可以改变我的救育症 我活到200个岁300岁都可以 可以啊 可以啊 没错 他也就有这个能力 是是是是没错 就等于说下三部 所以你层次越高 产力越高 你的寿命就越长 然后寿命长建立在什么 你身体健康 以体质改善 可能是以前有些救病 什么遗传的基因啊 或是以前救伤的 透过不静患身 那个去净罪及肢 加上禅定的提升 这个都可以改变了 中快报中到18 生前已经有得到不静患身了 只不过他见到为了 还没有 益光明是在中有的时候才陷阵吗 中那是还没有得不静患身 生前 生前没有得到 他在死亡的时候 透过死亡中医得到不静患身 哦 这等于说他第三次第四 还是在中有的时候 对是透过死亡得到不静患身 所以之前是他在益 益光明入定的时候 他还没有 一般益远离而已 还没有得到究竟益远离 一般益远离而已 哦 所以他 那 那迷了日巴呢 密巴已经成佛当然都有了 哦 这生前 哦 所以他是四线跟佛陀一样 是四线虐盘 所以他如果愿意 愿意颜色的话 他也可以改变 也可以 可以 一般要到死亡 你才会先 说到死亡 还是在佛的色 它是一样的 我们死亡有没有冒击得不静患身 你要讲谁啊 那这中大师是靠死亡过程修到不静患身 我们根本没有这种能力啊 然后刘昂身大师就是 他的例子就比较显明 他就是生前得到不静患身 然后一把寿命 也拉长了好几百岁 对的有可能 我们没有看到他的传记 不晓得 但是有可能 他最后离开人世 好像也没有交代人很清楚 因为他是用那个宏观身 例如说那个 耶稀教措 就是 刘昂身大师的佛母 他还没有临终 他就 禅定飞到空中 就变成光 然后就是直接投到那个 蜜眼 那个乌鲜岔土去 因为原画就是说 里面好像他 学了八大黑鲁嘎 那八大黑鲁嘎 每一学一个黑鲁嘎 黑鲁嘎都要200 八个加强就多久 对不对 所以他的寿命要拉得很久 所以他时间很长 寿命很长 没错 这个跟到家一样 你到什么层次 你寿命就可以延长 一样 所以我们修 修秘法就是等于念身体 修气 念身体 身体也改善 然后心理也提升 然后呢 你的对空信 或成佛的希望 会更浓厚 所以秘法是一个 很特别的方式 但是一定要有 显教的那个三足要道基础 这个很重要 所以说到 八大功臣 没有得到生命不恶 并没有得到热空不恶 的 这样热空不恶有 他是到一般义远离的热空不恶 不是就近义远离的热空不恶 不是就近义远离的热空不恶 对 对 对 没错 玉光明的子母光明会 玉光明就是最维系的子母光明会 那热空不恶只有到有学道班 才能够领悟到 但无学道的热空不恶就没有办法领悟到 无学道就成佛啦 他本来就是常乐我尽啊 我讲无学道就是无学双运的时候 无学双运的时候 无学双运不用讲 成佛之前的无学双运 成佛之前没有无学双运 成佛后才有无学双运 成佛后才有无学啦 成佛之前都是有学啦 我这样问问很好 我这样问答比较清楚 你不用不静患身啦 你只要升起那个 升起次第的 那个我们讲那个生命无畏制 就可以用习生怀出救人了 以太自私自利都想到身体啦 升起次第的习针还珠 跟那个圆满次第的习针还珠 圆满次第的习针还珠 圆满次第的习针还珠的增 就是增长元寿 比较实际一点 升起次第的好像 增法好像没有办法 把自己的寿命给增长 升起次第啦 习针还珠 只是意念 观想意念 到圆满次第还加上气 气 所以那个气是加上练力的 所以呢 他因为他修那个气脉明点 所以那个气 就直接可以得到 把你那个摸下污渣 像说 我那个像义雄 那个身体不好 我透过圆满次第的习针还珠 我就可以把他的晦气 透过意念把它拔出来 那把那个光明的好的力量 给灌进去 所以我加上气的力量 零气的力量 身体次第也没有 他只是用意念观想 但气的力量不足 所以差很多 像刚才那个 那把其他说 身体改善 到圆满次第的时候 你因为有气的这种力量 就可以帮人家延长寿命 或是去除病障业障 可以 因为透过气疗 那身体自第没有修七百明典 这个部分就差很多 只是观想而已 这样了解 还有没有问题 我们休息十分钟好了 我们把那个苦地 因为很多险教的名词 大家没有去想一下的辩论 所以对那个名相会不清楚 我们看苦地 那苦地的内涵就是 由我质跟烦恼夹杂 这个叫苦地 那两个有一个 拒舍论的解释 跟极论的解释 那拒舍论呢 是从因来说 它说 这个 对境呢 会引发我质跟烦恼 所以它叫苦地 那极论是从果来说 它是由烦恼跟我质 产生的 包括轮回的 气释间 跟情释间 所以从果来说 那两个比较呢 哪个合理 极论讲的比较合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例如讲 佛的净土 佛的净土不是苦地 它是无漏的 那净土无漏 可是外道 想到阿弥陀净土 它会生几分 它感觉 我们才有净土 你们佛的净土 不是我们的净土 所以对佛的净土 它会生起烦恼 那这样来说 从基石论的角度来说 佛的净土 不是苦地 可是会引发外道的 我质烦恼 就变成苦地了 这样就 没有合理 不 就是 香味 从极论来说 它是由我质跟烦恼 而产生的果 这个比较合理 所以苦地的解释 可以你从这几个角度去做思维 苦 苦 苦即灭道 那苦是因 即是果 然后灭 苦是果 苦即灭 灭是因 道是果 那极论来讲就相反 极论是 你讲错了 苦地是果 极地是因 灭地是 它不是果 但是一般讲人家 果 灭地是果 道地是因 那其实灭地不是果 因为它是常法 它是假名案例叫果 所以是苦 极因苦果 道因灭果 道因修 灭音症 灭音症 那王世伯 麦克风 那王世伯 请教一下 那那个集论里面讲说 我好像有一个 我质 它是由烦恼 而生的 对不对 那这个他 不是 由我质 及烦恼而生的 它是从这个果的角度来看 是 那问题就是说 你这个气势间跟情势间的 那气势间就是说 比如说 是外在的环境嘛 是不是 是 外在的环境 比如说天气 天气很热 或是很冷 那引起我们的烦恼 那这算气势间的 不是不是 现在是由我质烦恼 产生的气势间 你讲到 讲到因去了 是 是这样 所以我们说佛世界的气势间 是因为我质烦恼 产生的 这个我们现在的环境 这个属于果 是由果的角度 不是因的角度 不是因 不是以因的角度来 说是因为 就是如何的气势间 是我质烦恼 产生的 哦 这样 那刚刚是 理解错 错误 就是 气势间产生的烦恼 那众生是不绝 这是佛所 这个是 不是 众生不晓得 业果所以不绝 众生不晓得 这个 这个 这个烦恼 来自于我 还是世界 他认为说 这个烦恼 是譬如 天气的关系 所以他造成了这个我的苦啊 对啊 所以为什么会苦 因为我质 产生烦恼造业嘛 因为众生不了解 我质 烦恼造业 那感觉理所当然嘛 那持续从 业果来讲 是因为我质 烦恼 造业 产生我们感觉 世间的不圆满嘛 那这个苦受都是因为 我质烦恼而产生的 那我们现在才讲 这些东西都是在 在告诉众生 什么叫做我质 老伯子 告诉那个 那个苦地 果 是怎么来的 就是这个 这个苦地是 告诉说 这个苦地 从我质 对 那我们 我们怎么样 从这个 你只要有苦 你就有 我质 我质就一定有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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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今天要破 我质 那这个苦 到底怎么来的 对 是我质 我质什么形象 怎么破 对对重点在这个 你去追这个 就是这个果 从来的 我们来去追这个 对对 从因解决 因不生 因不生果就不生 对对对 没错 因不生的话 要把它灭掉 对对对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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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果 对对对对 是 是 佛法就是从根本下手 没错 好 苦地了解了 那拍照拍了吗 哈 帝的这个科判来讲 上二帝跟 欲界 上二帝 上二帝跟那个欲界 它那个内容 都是 一上二戒还有烦恼我之夹杂 上二戒有情世间跟情世间之分吗 五十二戒就没有 四十二戒一戒都 五十二戒就没有情世间 没有眼根 他必须要借初禅的眼根 然后才能看到有情世间 所以二戒也是属于社界的 社界有四戒 二戒也是初禅二戒三戒四戒 那等于说二戒以上就没有情世间 二戒是 但是他有气世间 他有气世间他不去看而已 因为他定中 最后灭亡也是地水火风 对现在是说 被毁掉所以他还是有气世间 二戒一初禅呢 除了鼻根跟舌根用不上 因为他是四十 他不是像我们要吃东西 要闻香味 闻香味而肠味道 他没有 他不是断食 所以初禅的鼻根舌根就用不上了 那到二戒除了鼻根舌根以外 包括眼根耳根身根也都用不上 因为他定中 但是气世间还有 只是他在入定当中而已 那他二戒如果要闻香味 那个要看 就变成要 他的那个禅定要回到初禅 从二戒他回到初禅 才能说眼睛看耳朵听 然后身体碰 那如果在二戒他不回到初禅 他就完全对五根的境界 完全没有感受 享受在那个禅定之乐里面 那我们讲说鼻根换生的开始的时候 苦极灭道第十五刹那 苦极灭道不是有十五那十六刹那吗 十六刹那之前不是有那个是苦极灭道 道类治 你想见到位 对对他没有了 所以苦地的话大概是深远离的时候 就不幸换生之前行吗 就是深远离的时候 他地大已经没有 地大没有的话苦地应该就没有了 不是 深远离怎么地大没有呢 深远离是把气露出的中脉明点 深远离还是有感受的 身体还在 他靠气脉明点那个脉就是地大 他有感受触觉啊 地大相容到嘴叫做 地大没有的话是做苦地它还是 但是我脂肪脑还没断一定有啊 对啊他我脂没断之前一定会夹杂 一定会夹杂 所以不可能没有 所以到清静换生之后才没有啊 就是出禅的鼻跟舌根没有用啊 二禅呢 二禅不管鼻跟舌根以外 包括眼耳身五根都没有用啊 他在享受那个最快乐的境界啊 心事的快乐 禅定之乐 四禅都充乐也不要了 舍念清静嘛 因为乐会引起那个情绪的起伏啊 所以他不想要情绪起伏就进入第四禅 什么都没有啊 什么都没有还有什么空间时间 这个概念都没有啊 舍念清静定啊 无所有人连气世间也不见了 他在小镇他鼻子受小 鼻子交回彩跟命运约啊 要出禅出禅 那今天讲那样 这个这个神他没有亲自换运约 他的鼻跟香 他不产是亲自为一座有 现在讲的是禅定喔 那如果说你修秘法到出禅 一样鼻跟蛇没有感觉 一样 现在是禅定的关系 跟那个修秘法跟险教 没有什么差别 这个鼻跟香 他不产生作用 他这时候他 他不是要断食 不需要吃东西 他会不会有烦恼 没有烦恼对不产生作用没有烦恼 对鼻的境界 鼻的境界跟蛇界 也没有烦恼 那可是在大圣菩萨道的时候 鼻跟香虽然会产生作用 可是他一样没有烦恼是不是 那是因为他把我执压伏 大圣菩萨把我执压伏 他空性是空性的力量 对外境的烦恼不深 他下次讲禅定 两个不一样 那你今天讲说那菩萨 那佛他应该他有禅定 可是他佛他的比秀相似 为什么不会有烦恼 而且是清静的 不是因为佛已经我执 所知这样烦恼这样断了 对不对 他是硬化身来感受五境界 硬化身 所以硬化身要随缘 所以我视线国王 我就要国王的生命 所以他用硬化身来感受五境界 但因为我执 我环脑这样所知这样 已经灭了 所以他不会贪着 他不会贪着 那这道好 以世间的标准 这个姿态说好吃 这道标准不好吃 他就不好吃 但他不会贪着 也不会称慧 也不会排斥 所以他会享受 因为会享受 但是不会排斥 也不会贪着 那佛他会享受 可是他不会因为吃 而造成问题 对不会都不会 不会 当然吃多事 他都会 天主妙共 因为他的苦报很够 所以他吃多事 不会产生障碍 都不会不会 众人或者 佛有这未甘地 也有这苦的 他吃多事 造化才会产生 身体还是很有肉的 还会障碍 对对对 佛都无肉 是硬化身四线而已 所以说 金加玛麦自暴 佛视线的啦 那不要 视线有业果嘛 告诉佛还是 离不开业果的报应嘛 所以连佛也离不开业果的报应 何况是你们刚修行的 所以他是用这个来提示我们而已啊 那如果确定到出场的话 到出场的话就没有呼吸吗 有啊 有呼吸 那内息 内息 内息 他不停在 不是外呼吸是内息 啊到什么程度他就没有 那个内外息都 就没有 你一定要内息啦 这个很维系啦 很维系 一定要内息 你没有内息 血液循环 没办法供应救孕生啊 一定要血液循环救孕生才能够存活 他说那个结火 结火到那个出场的话就是 二场三场这个水灾烘灾 火灾水灾烘灾 这个出二三场还有是火灾 现在讲的是说地 气势间的地 那个沉住坏空 气势间的沉住坏空 所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有一个寿命 例如说我们现在地球慢慢什么 什么软化啦 环境变化 它慢慢要灭坏了 那灭坏的时候呢 初禅呢 我们叫一个大 一个先火地 水火 那到第三禅 它受风沾 第三禅是依云而住 所以风会影响云 那到第四禅是依空而住 所以呢山灾对第四禅就没有影响 因为它没有地水火灾这个因素 它是依空而住 所以你禅定到第四禅 就不会被这个地球或气势间的 沉住坏空所影响 因为它是依空而住 那出场会受水灾 没有没有没有 它依空而住就没有了 第三场会依风灾 因为它云嘛 因为它被风影响 那出场二场会影响 那个更不用讲了 我已经讲了嘛 那是依空而住 对啊 那是依空而住 所以是禅定的关系啦 讲那个气势间的沉住坏空 为什么交互影响 什么交互影响啊 这个沉住坏空了 怎么交交互 你的名词用错了 哦 跟那个不太一样 哎哟 跟你讲话很浪费力气 那个 请问请问说 那个色戒 色戒是属于色身 对不对 蛤 色戒 怎样 玉戒 色戒 色戒是属于色身 色身 颜色的色 色身嘛 不是啊 他有气势间 当然有色身啊 不是 我说他色身 那中阴森他也是色身 对啊 细色的色身 那这个中阴森 他没有气势间也没有情势间 有啊 有有 中阴森有气势间啊 因为他 他已经脱离三界了 哪有脱离三界 哪可能 中阴森他还没有入三界啊 他是 他是没有头戴在六道 没有头戴六道还在三界里面呢 他是中间的过程而已啊 他是 中阴森就是 正义光明 以机会来讲正义光明 结束 就是第四次光明他没有认证 认证了以后 明珍得下来他 中阴森他还没有 那跟中阴森没有关系啊 不是 我在讲中阴森七七四十九天 这时候他还没有入 那个是 凡夫会中阴森 你不要讲到修订到位的去了 那个清清官是到位 跟这个凡夫会的不一样啊 对啊 我是讲凡夫的 那请说 凡夫的时候他还没有 他在中阴森的时候 他比方说他七七四十九 他还没有入胎嘛 那入胎他有可能入三界的胎嘛 那大家还没有入这个三界的胎 这时候他苦极面 他对他来讲 没有作用啊 因为他没有气事件 三界才有气事件 有气事件 他必须要有个气 他的业力 中阴森还没有投胎之前呢 如果他是二业要投胎三二去的 打雷啦 那个野兽呼叫的声音啊 还有闪电啊 都会影响他啊 气事件还在 那个阅力还是会跟他干扰他的 他那个气事件 对是阅力 但是跟已经入了社界的禅定 二禅三禅的 那个气事件所受的那个影响 好像有点不太有 因为一个是入人界 你讲的中医生跟你已经 已经赶果的那个不一样 你只要讲两回事 你讲的已经 已经投胎到社界去了 那个不一样 你不一样 你不要讲中阴森 你不一样 你不一样 你不要讲中阴森 你可以从这种角度啦 三界是为你的心造业所感 你可以这种角度 如果说回事中是 我阿赖也是的 种子习气变现的心 如果硬成派是 你为分别之 甲名安利的心 所以同样 我跟华原君讲 三界为心造 那个心不同不同的角度的解释 你讲怎么后面前面 我不想你在揪什么 这个这样的话 三界为心的话 你又是 可是不是 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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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跟你讲了 你还听不懂 一个是从你的心业所造的 你的心去造业所感的三界 这个叫为心造嘛 你心造业所感的三界 也叫为心造吧 另外为事中是由 你阿赖是的种子习气的 阿赖是的心变现的 也是为心造嘛 两个这样 第三个是硬成派的 靠你的为分别去去安逆它 你分别心安逆它好 它就好 分别心安逆它不好 它就不好 分别心安逆它 它对我有帮助 它就有帮助 是你的分别心去 假明安逆出来 有三种角度 听懂没 听懂吗 一个是种子变现 一个是分别心去 假明安逆的 三个角度 所以经典讲的是 比较总相 但是角度各个角 宗派角度解释不一样 所以你看你认定用什么 什么角度去解释 所以宗洋灯所设的苦地来讲 它属于苦类制跟苦类忍 因为他已经脱离忍 因为他已经脱离欲界了 你学法就不要听 你讲苦类忍 那是在小胜的剑道位 跟宗洋灯没有关系 你把宗洋灯跟小胜的剑道位 那些混在一起说的 不可能 一个是法务位 一个是剑道位 哪有可能一起说 你学得太杂了 混在一起 甚至你说他的宗洋灯 生前他是小胜的 他入了宗洋灯的小胜行者的话 那他所感的苦地来讲 也有可能是苦类制苦类人 没有啦 他没有剑道位就不算 你讲的苦类是剑道位 16胜二星 没有 剑道位是已经 剑道16形象已经结束了 就是上二届都已经结束掉了 你为什么自己要理清楚 你讲是法务位中阴生 剑道位是在入定当中 两个根本扯上东西 对对对对 剑冷跟 一个入定 一个是中阴生 根本扯不上关系 你要混在一起说 很奇怪 一个是入定的剑道位 一个是中阴生 根本扯不上关系 为什么你要混在一起说 根本没有关系 为什么要探讨 妈妈就是妈妈 姐姐是姐姐 爸爸就是爸爸 为什么要说妈妈又是爸爸 又是姐姐 你要混在一起干嘛 你不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是觉得好像 入了三界 还有苦极灭道的感觉 本来他就在三界里面 没有 没有入胎 入于三界好像苦极灭道 但是中间的过程 他是在三界里面 是没有去投胎 他在三界里面 没有投胎的过程而已 那有什么问题 那有什么问题 那为什么要混在一起说 肉眼看不到 我们肉眼看不到 但是有神通人看得到 我说有天眼通人看得到 只不过他没有办法 控制自己的神通 他有些像羽毛一样 他业意到哪里 他就跑掉了 不像这界的产地 才有办法 我是劝你啊 你要把法类分得很清楚 你才会明白 这个时候要讲哪个主题 那时候讲的主题 才分得开 不然你会混在一起 这没有办法有自我的 自我做主的人力 如果说这个人有修四禅八定 那他的中音声在某一方面 他可以有自我主宰的人力 现在是有两个 一个是靠禅定律 靠禅定律 我禅定律 如果说我是得到初禅 我就会直接投身到初禅的社界 我不会中心什么 有的这个环境影响 因为我的定律很强 一个是禅定律 另外的是修道律 就是说你已经得到 那个我们叫见到位的时候 你骗尽烦恼 所以你的愿力很强 一个愿力 一个禅定律 所以菩萨的靠他的愿力 他不会被这个六道影响 如果说我已经得到初禅菩萨 我虽然业会牵绊我 可是愿力我大于业力 所以愿力影响 就是说我要投身到玉雄家 但是业力会牵绊我 但是我愿力很强 我就会主导我 把业力降低 业力掌控降低 投身到玉雄家 所以是愿力跟禅定律 菩萨是靠愿力 一般的修电是靠禅定律 就不会被业力影响很大 这两个 禅定律跟愿力 那这个古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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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 然后这个我执感还有心的心直 那这个依极命它是次第 这个次第的破竹 还是可以说在自信中 自信中一破全把它破除掉 现在是讲的有两种 一个是独来传的讲 回归自信 那回归自信的是 回归本质清净 本质具足 本质光明的佛性 那这个时候呢 不去圆我执跟烦恼 那这是压福 就是我不限起 但是我没有破它 我只安住在本质清净 本质具足 本质光明的佛性如来帐里面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它的我执透过不圆它 它慢慢会淡化 慢慢减轻 但是没办法断 由粗到细到微弱 这个可以的 就像禅定一样 那真正的呢 是要突破它 就看你的我执的形象 就是说我对外境 感觉有力量影响我 这个是最根本的自信成立 所以当你了解 微分别心讲明你 都是你心去了解它 认为它有力量 它变成有力量 你就要心 认为它没有力量 它就没有力量 完全有分别心掌控 那有分别心掌控 那有分别心掌控 你了解 静没有力量的时候呢 慢慢把静的力量 这个慢慢把它解除 到突破 这个时候呢 才是真正的空性 那这个空性 才是真正能够断除 烦恼的力量 不是压伏 刚才如来藏是因为不圆它 那慢慢力量减弱减弱减弱 但是要一点点维系还在 那另外一种是 用中观音程派的去突破它 被静影响呢 也就否定它 既没有力量 完全会突破它 突破它 突破它 那到完全能够完全限正任运 把它断除 就两种方式 那一般汉系的是 用如来藏的方式 那中观中的印尘派 是用突破的方式 那你是不是觉得 爱 恨 欢喜 或者讨厌 都是苦 对不对 那当我在这面对 面对这个爱 恨 欢喜 讨厌的时候 对这个静的时候 譬如有人 有我现在感冒生病 那我在这个静的时候 那如果 面对这个喜的苦恼 那怎么去修正呢 警觉到这个辛苦辛苦的烦恼 是不是 这个我质是不是淡薄了 还是厚重 对 你现在是说 你一直挂爱它 就是我们叫厚重 如果你了解它 它是因果原始 另外我们生病 种种遇到一些苦难的境界 都是因为过去照应 因果原始 本身就是一个循环的变化 但是呢 我在这个苦难当中 我是感受到 我因为遇到这个苦难 能够去转化它 所以我从苦难的感受中 去创造我未来的快乐 我从苦果里面去种善因 所以我感受身体不好 我夜消了 因为过去造了很多杀生的夜 感受身体感受今天的苦果 那我就用菩提心来回向 把功德回向 过去我曾经伤了冤亲在主 然后这感果完了 我夜就消了 那我不要跟这个冤心在造相续的二夜 用回向给它 造善因 那我就感觉到 我以后就是 未来就是快乐 因为我种善因嘛 所以都是从分别心去安利 虽然是业果的报应 但是心是快乐的 因为你种善因 未来是光明 希望喜乐的 那是从分别心去 创造未来的希望喜乐 那个就是从分别心安利 那这样慢慢的 把这个深苦 还有辛苦 把它淡化 甚至不会被它影响 那创造未来的快乐 这个就是中观中的一个突破 我们叫转念 而不是只是不圆它 是要转念 我今天已经创造了生死人活的 苦衣服 那我现在要把这个 我已经创造的苦衣服 也消灭了 还有就是说 我要观察这苦衣服 而且不创造未来的苦衣服 对 最重要的是说 过去把它灭掉 可是你现在可能有 如何让未来 对 这才是重点 这重点 对 那今天讲说 这个自信的 创造人身为 真实的苦衣服 那如何 想说 大致地说 你能够能够同时 去观光 光明说 色空无二的这个智慧 是是是 对啊 那就是从突破 色没有力量 完全都是自信成立空 心也没有力量 完全是自信成立空 突破那个被外境影响的苦乐 那从自己分别去造造 创造自己未来的苦乐 这才是重点 这个就是空性的 原始跟性空的内来 那这个加上 这个是把 我执去掉一个方式 另外呢 是从菩提心 虽然这一切都是自信成立空 没有力量 但是呢 我为了要成佛利益众生 我愿意牺牲我的苦乐 去利益别人 这个过程中 可能有些磨难 可能有些困难 那瘟疫突破 为了别人的快乐 我愿意去创造 我自己的生命的光辉 跟的能量 这个就是福德分的部分 所以一个是空性去掉 被环境的影响的 我质跟烦恼 一个是从利他的普利心 去创造未来的快乐 众生的快乐 我的快乐 这两个角度就是佛法不共 最重要的两个概念 对对对 两个怎么去开拓 对 这两个需要平衡去开阔 所以这个要慢慢磨 因为我们的我执跟烦恼 无时以来太重太重 一下要把它看清楚 能够对峙不容易 我们都是自私自利 一下说我要为了利益别人 牺牲自己 这个心态要转化也很难 这个很难 所以你要每次对峙去磨 去磨 看到自己的缺点 慢慢改进 一次改进 一次去磨 慢慢才有增长 所以为什么成活要这么遥远 那个习气太难改变了 所以道理懂 但是要实践 这个真的很难 有三位修行者 有三位修行者 前面两位修行者的 是用密法聚域型 就是聚域型 就是用贪生之啊 三毒转转转为道用 那后面的第三位修行者的 他是黎域型 他是用不管是用大圣或小圣的方法去修行 那前面的两位修行者 一个是修智慧名典 但是他漏了名典 那另外一个修行者 他是用 事业手印 他漏了名典 然后这两个都犯戒了 然后第三个呢 他是黎域型 就是说他生前 他用小圣的法 他官女色都用不敬官 然后呢 但是他到了中英生的时候呢 中英的时候呢 七七四十九天 他有显现出 极境尊跟愤怒尊的 那个 双生合合的佛像 这时候呢 因为他在生前又修不敬官 所以他所看见的 愤怒尊的佛父佛母呢 还有极境尊的佛父佛母呢 他都生起了不悦 产生了振心 那所以这三位的修行者呢 对于以后所感到的业果 投胎的过犯 哪个会比较重 因为一个是初心 一个是初心 就是说他生前嘛 初心的时候所犯的戒 一个是 他已经在中英生 是最维系的心 所犯的戒 那这三个哪个 哪个对于感果 就是 对他下一次的入胎 那个影响会比较大 可能一般人 给不到 你讲的太复杂 像是说我总向来说 就是说 你为了修行 可能是要 我们讲那个以谈为道 等等 动机是对的 可是能力不足 那这怎么办 那你不足呢 是会犯错 会犯戒 这个一定会 但是你 永远就是说不放弃 这个说 你可能会堕地狱 或是犯戒 堕地狱 但是你对这个目标 是坚定的 只是能力不足犯错 那这时候呢 你可能犯戒 然后堕地狱或堕山路去出来 但是你对目标还是坚定的 所以你会慢慢去改善它 那可能是说 你会受低欲或受苦等等 这个第一个 那第一个是假 你说什么 那个不是 一个是事业 事业 用事业手印 修行 那另外是用观想 智慧手印 这两个都漏明点 那现在是说 都漏明点 有两位是修行者 但漏的明点 他的心不一样 对 也不一样 因为事业手印有身体的接触 所以他是比较重 那观想的那种明点 他没有身体的接触 所以身口不犯 只是一夜犯 所以这夜比较轻 那这两个呢 动机还是一样 当然是说 一个是事业手印 业比较重 因为他是有身口的造作 那智慧手印 他没有身口才业比较轻 那以夜来说 智慧手印 夜比较轻 那第三个修行者 那离异行就是说 他不想去突破它 这是离境修 那因为他修不静观 那如果在周英生 我摆尊现实 他会厌离它 对 所以他就对秘法无缘 秘法 当下他讲说 比较做我脱胎 脱胎 脱胎是问题 最变心的话 最多问题 不是 他是称 你想 称心跟称慧心不一样 称心是一定会的 但是他没有称慧心 称慧心是要让对方受苦 这两个要分开 所以他没有造二夜的称慧心 只是烦恼的称心 那称心不算夜 所以他不会被称心影响 因为他不是夜 他是烦恼 因为他是离异型的 所以他是适合小圣 慢慢走的这种方式 不适合秘法的方式 他只能随顺他的根性慢慢走 至少他不堕上乐趣 所以比较轻微的自己 小的就是张卫心 对 他排斥大声的这种欲形 所以他对称慧法暂时无缘 没问题 要不再休息十分钟 人像都一样 但是很多角度确实不一样 第一种法戒 一种 我们叫法界就是空性 我们叫法界 第二个我们叫 使法界 使法界包括 一个师 凡夫 凡夫的 六道 地狱 鬼道 出生 因为恶鬼那个是苦的说 其实不能讲恶鬼道 要讲鬼道 鬼道比较宽 那因为他讲善恶去苦 就讲恶鬼 其实恶鬼只是 鬼道的一部分 全都广论讲不清楚 广论讲不清楚 对对对对 有福德鬼啊 对像土地工厂 那个没有苦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没错 这不能讲恶鬼啊 但是 但是 但是你講鬼道一定餓嗎 沒有啊 所以講餓鬼就是講 不一定鬼一定會餓啊 因為他是講餓的苦嘛 可是福德鬼他沒有餓的苦啊 就像是鬼道他沒有肚子餓的苦啊 因為他被人天被人家供養啊 所以他沒有餓的問題啊 所以這每一道每一道他有注重苦的性質啊 這樣第一道就是無堅苦 第一道最重要是無堅 沒有停頓的苦這個叫無堅嘛 那出生道就是餓吃的苦 那鬼道那個廣論講餓鬼 其實鬼道不一定會餓啊 他是把那個苦提出來 對 你講是你講是總苦 是 你講的是總苦 我講是別苦 總苦是輪迴都會苦 什麼五八苦啦三苦 那個都是總苦來說 但是講六道是從別苦來說 可是鬼道不一定會餓啊 所以他廣論講的二鬼道那是指 二的那個福報不夠那個鬼道而已 所以他比較別相來說 所以這種始法界 又加世 這叫始法界 所以始法界呢 我們是因為唯心 看你什麼心 一個是由我們造業所感的果來說 一個是阿賴是總使習近變現 你是始法界哪一種 一個是分別心怎麼安逸 我現在是人道 我現在是天道 我現在是生文道 所以三個角度 那有些講法界戰 法界戰是講空性 所以很多名相會混在一起 我們學佛就是很辛苦 因為大德寫的名相都一樣 可是內行又不一樣 太藏曼陀羅裡面有講 就是金剛曼陀羅跟太藏曼陀羅 太藏曼陀羅他有講法界 包含佛菩薩裡面 都離不開地水火風空 是 那個是講坦誠 他是講坦誠法界 所以他有講大曼陀羅 三妹也 對對對 內法界跟外法界 內法界是講空性 外法界就講坦誠 所以外法界的那個佛菩薩 聖者他也離不開地水火風 離不開這個氣勢間 氣勢間地水火風空組成的 他也是離不開空 不是說 離到三界以後 地水火風就不會跟隨他的 對 只是清淨的氣勢間 藍霧的氣勢間 佛的是清淨的氣勢間 彈誠是清淨的 我們現在是藍霧的氣勢間 差別在這裡 都還是地水火風空式組成的 因為清淨霧的氣勢間 具藍霧形 三摩地 跟那個 那個 那個以清淨形 三摩地 這兩種 然後深檀誠 就是我們三生道用來講 是用藍霧的形象 那四葉檀誠跟那個 四葉檀誠跟 對四葉 四葉清淨 就是 佛 那個 密序的四個清淨吧 就是後面 後面那個四葉清淨 跟甘霧清淨 彈誠清淨 這個是屬於清淨形 他不是藍霧 那什麼是清淨形 藍霧形 有空會所設 有空會所設的 包括彈誠 習真懷書 這屬於清淨形 沒有空會所設的 就是我們講藍霧形 所以要空會來標準 空會所設叫清淨形 沒有空會所設的 叫藍霧形 藍霧形 就跟他講的 我只跟煩惱夾雜 在佛地講的時候 他說 在政治的空性 不管是密法 或者閃教密教 過大小症 他都不告訴你 好像都必須要斷愛慾 愛慾不斷 根本是 不管修律 沒有辦法 正得空性 不是 先空性後才斷愛慾 所以你要 今天你愛慾不斷 你可以正得空性嗎 可以可以可以 但正得空性的時候 愛慾應該斷 可不可以斷出 是 現在是說 你沒有斷空性 沒有正空性 沒有正空性 不曉得愛慾的形象 那個形象 所以先要了解空性 才能夠把愛慾壓扶 當你現正的時候 才能夠跟斷 所以不是從 愛慾 一定要先了解空性 才能夠有壓扶 跟斷愛慾的機會 所以沒有了解空性 你光講 不要有貪生吃 那是不可能的事 那只是壓扶 不去圓湯而已 那這個愛慾的形成 都是因為 因為四大的合和 我身的執著 重點是執著 就是我身的 因為有一個我身的執著 這個我 所以才會 生取這個 對愛慾的 愛慾的懶著 懶著的心 對不對 所以因為這個愛慾的革心 所以是念念的煩惱生死 我執 在念念煩惱 那不管大小生 他在那個解脫道來講的話 他都是給你從 在世上上 要破除 對色生的 他博都給我們分析 如何 撒迦也見了 我跟我熟 地水火風 地水火風 眼耳鼻色生 適度眼耳鼻色生 五運合合的這個幻生 因為我們執著直幻為真 不自幻是假 所以對這個覺知的痛苦實在很大 所以佛告訴我們 念念之間告訴佛 他都是在轉念 對這個生子 見聞覺知的淡 讓它淡薄掉 那淡薄一種是 不原它也會淡 一個是突破它 痛 痛我知道痛 但是呢 痛沒辦法影響我的心 突破它 我可以把痛變成熱 這個是大聖主要要轉念 把痛變成熱 那另外一種是 言禪定或小事 不言它 不理它 那這兩種方式呢 不理它只是壓弧 因為我沒有言它 所以暫時把它停止 那大聖一下突破它 痛雖然是業國讓我感受痛 其實我可以把痛轉成熱 這個才是真正修行的主軸 大聖的主軸 可是這次痛苦之道呢 因為我去學國 才知道激進 譬如現在我的掛咳嗽 我掛成年一咳 咳了九月 哇 這樣咳咳咳 那生痛啊 生痛可以感生痛 心不痛 心不苦 對 我生痛拿去痛 我心不苦 那就是把它分割 分割開 那痛的當下 我是消夜 就變成熱 咳就咳了 或者不管就乾脆 那我就讓你咳 我大聲的念佛 跟它 跟它 也可以啊 你去突破它 用什麼方式 咳咳很痛 可以可以可以 拿磨一頭大聲叫出來 也可以 那是你轉念嘛 那大聲叫出來 比較不可 不可 不可 對對 那就是你去突破它 對對對 所以每個人沒有方式不一樣 不一定有一套穩定的公式 每個人相應的方式一定不一樣 就用你比較相應的方式去突破它 這個才是重點 因為 因為我要記下 它這個 這個影響 這個生死的感覺 這個 這個局還在 對啊 慢慢消去 那樣乾脆就來 以痛之痛 對對也可以啊 你適合它 你去救它 有時候在苦中 以痛之痛 對對也可以 也可以 對沒錯 就是能夠把它壓扶 不會被它影響 他就沒了 下夜就消了 對對對 這段時間 修福的資料不錯 因為師父生命的時候 有在修四身法 把自己的 對啊我觀想佛光 照耀整個 醫院啊 苦都是幫 對啊 不但我要離苦 所有的病人都要離苦啊 所以觀想阿彌陀放光加持啊 所有的病人能夠離苦得樂 病葬夜葬消除啊 反而是一個轉善念的機會啊 對 所以像古心 重點是 不是這樣吃 不是這樣 如何去轉它 對對 重點是這個 不是逃避 是轉念 這個重點 對 所以怎麼樣在 其中 來結束 對對對 這個才是修行 沒錯 不要單純在苦裡面 轉去轉念它 突破它 創造它 改善它 那個才是修行啊 創造它 改善它 那個才是修行啊 摩體會很深啊 摩體會很深啊 對啊 這三年來這個 這個大家 你要有修行的人才懂的 對啊 怎麼去用佛法在生活中 對 對對 那個 那你如果 不會 原油 瘦 那不然就是人 對啊 牆人沒用啊 對 那個沒用 就有一天走到你玩 對 就是牆到不行了 就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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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們就是 就是 那我如果是我祝福 原受感冒 已經三個月打 還沒打 喔 厲害 厲害 對 吃藥吃 吃藥吃而已 對啊 業力沒消 是 業力沒消 對啊 其實這個肺部 我這個肺部已經 老早就有一點不好 沒有去理它啦 喔 因為常 以前就講課太多 廢氣虛 以後你是要 你又要換新調的 對 以後的事 我是說我前面沒有 前面沒有去突破它 不理它 所以造成發炎就 一下就全部發炎了 其實病因早就在了啦 我沒有去關顧它 沒有去處理它 對啊 病因早就在了 我們沒有去解決它 對 所以當時爆發這麼厲害 人 怎麼平常 又沒有這麼嚴重 怎麼忽然這麼嚴重 其實病因早就在 你不理它 沒有處理它 目前還可以承受 目前還可以承受 還是覺得蠻幸福的 對啊 我在病院說 如果這一天 我一個呼吸不上 因為我缺氧 84嘛 一般到90以上 連呼吸都喘不快 我說我這個呼吸 如果喘不快 走怎麼辦 放下了 還有什麼 關愛 到淨土去了 還有什麼關愛 走就走了 關愛什麼 你就把這一天 走就走 關愛什麼 你什麼事都不 都去放開 他還會結合我 以後一段時候 他已經打在家 拿起救 太心 太痛苦了 那時候 那時候 這樣不像你魂魂魂 所以當這一季 我就 什麼都 跟你沒有關係 那時候你還沒玩 對對對 所以你這樣這一季 我走了什麼都跟我沒有關係 身心輕鬆 所以我在那個身輕鬆 哇 長陽自在 好像那個在海洋裡面這樣 很輕鬆很自在很逍遙 下輩子再來吧 不要再執著了 下輩子再說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心境的轉化而已 沒什麼 我在想說 我們人生生老病死 那個愛恨情仇 只是一場戲而已 夜果因緣的變化一場戲而已 走到最後還不是什麼都要放下 對不對 疼痛師也是一個夜報的呈現而已啊 對不對 只要醒著來就要過苦啊 是啊 可是這個都是一場戲啊 是啊 當你離開的時候 這個都變空啊 就像 就像一場電影演完了嘛 就這樣而已啊 現在 舉還沒玩啊 舉還沒玩啊 我是說到那個 最後一口氣的時候 但是現在是說 我們人生都經過愛恨情仇 感情 事業 經濟 人情四個演變 那你追求什麼 什麼才是你最重要的 所以你要把握我要突破自我 我要卸脫 我要成我立宗 這個才是我要突破的點 不然每個生命都一樣啊 只是劇情不一樣 但是咧 重點還是愛恨情仇 都別演變而已啊 都一樣大同小異 但是當你碰到的季節來 對啊 對 就是在這個過程中修行嘛 你修行沒辦法突破 你要是擺來一趟而已啊 對不對 還是愛恨情仇 夜果 因緣果發呈現 空過了啊 空過了啊 所以我現在還有一口氣在 我要追求什麼 這才是重點啊 我不是跟人家一樣愛恨情仇 為了生活三餐什麼 殘米油鹽醬醋才在煩惱 為了什麼 兒子不孝 太太不愛 然後朋友不親 這個有什麼好記者啊 這個可能人生的過程而已 對啊 全世界都在電視劇裡面演過了啊 對啊 都從不一樣 就是人不一樣 劇情稍微變化一下而已 它不是一樣的劇情 那你 有一樣劇情 你要每一次輪回 做同樣劇情嗎 所以怎麼樣突破 那個向上突破的 才是重點啊 那個是人生每次來的目標 就突破自我 向上 向生命的靈魂更增長 那個才是我們要追求的目標 那個才是我們要追求的目標啊 對 那怎樣把 把我執貪生生 慢慢能夠改善突破 那個就是我沒事來的目的啊 不過外面都一樣啊 都一定在一定輪回 一定輪回 只有心 改變你的心才是重點 你不知道改變世界呢 對 你改變了心 世界就改變 心改變世界就改變 你一直改變世界 心沒改變一樣 改變不了 對 這個才是重點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修佛法 因為佛法是講改變心 不是改變外境 這很重要 所以當你體會這個時候呢 有什麼 好掛礙 要改變自己 不是佛去改變哪 好 改變 改變自己 對 不是靠官佛在加持我 來改變 讓我不生病 讓我業障病障消除 而是我突破我的心 我不被這個病障 業障影響 那個才是重點 是不是這樣 人生就是這樣 看一看 每個人都差不多啦 愛恨心疏 都是一樣這樣的輪迴而已 每天就是早晚都是這樣 對啊 請來睡覺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啊 連睡覺都在愛恨心疏 對 沒錯 怎麼可能在愛恨心疏啊 可是你要這樣重複嗎 每次輪迴要這樣重複嗎 你會覺得很可惜 很浪費時間 所以當你抓重點的時候 我要學什麼 我應該怎麼努力 慢慢找那個方向 方向感 你就離出一個 我要突破 現在人都是平衡的啦 我要跟誰 和善平相處 跟家人怎麼樣 是平面式的修行 但是現在我們 正中是要向上 突破自我的修行 那個才是重點 對 那個才是重點 對 世界都是平行的 我去利益別人 做善行 照顧家人 那個就是廣的 可是它是沒辦法突破 那個三界那個平衡點 突破不了 還是在三界裡面流著 所以你要看清楚 從這個生命的那樣去看清楚 我自己的方向是什麼 那方向找對了 慢慢去練 因為我們無邪來吸氣 我是太強了 你要把這個概念 用在生活中 突破我子煩惱很難 但是你只要努力一分 你就感覺 這一生沒有白過 就值得了 這才是重點 我把我生病的稍微體會 跟大家分享 我把我生病的稍微體會 我感覺也不錯啦 這個生病也是一種好事 夜果的回報 以前照月就要趕果 對啊 大病小病 心病生病 出院出院出來 對啊 離開走進監牢裡面 要跳出監牢 就這樣 出進進出出 這個人生就是這樣 對啊 如果說你身心健康 心靈體身 活得越長越好 如果你身在心靈的牢籠裡面 你活越長是越受苦的 對啊 但是你有方向去突破 那就是有 雖然是在受苦當下 但是有希望 有快樂 如果你沒有去往一個光明方向努力 還是在受苦的 對 對啊 所以 學念不小心靠生活 對 這一定要究竟的快樂 這個我要 目標設定 要很清楚 很明確 對 要靠智慧決定 這很重要 學活就是目的 要學到這個智慧 這很重要 未到沒有的 所以講這些 對 對 這個重點 好 我們看 那個 兩百六十四頁 最後一個問答 幫我念一下 有四頁 後面 麥克風 對 後面麥克風 問 不禁換身 是苦地 也是道嗎 答 雖然不禁換身 是設法 與道的同位 並且不禁換身 也尚未斷進煩惱障 但也不能因此 安利 不禁換身 是苦地 與道的同位 因為道 周遍不是苦地 因為苦地 與道 兩者 必是相為 因為兩者皆 不同位 也成相義 可以說 既沒有苦地 為本質的 道 也沒有道 為本質的苦地 因此 後喜 因說 不禁換身 是道 具足 不禁換身 的 普特 邪羅 是苦地 到這邊嗎 還是要再戲去 因為這個 大德 那邊的佛法 不清楚 所以很多佛法 很類似 像講說 道 跟道地 不一樣 道跟道地 它把它混在一起了 怎麼叫道呢 我們叫做小聖道 就已經產生 任怨出離心 這個叫 入小聖道 那產生 任怨菩提心 我們叫大聖道 這樣道地 道地是講 空會 所以道地跟道不一樣 它把它混在一起 混淆不清 所以如果是道地 它不是苦地 因為它是空會所設 那道地空會所設 它沒有煩惱 跟我直夹雜 它不是苦地 但是道 有沒有可能是苦地 有 譬如說 它生起任怨出離心 那位普離心 但是沒有空會 像說 小聖的自良道下平 大聖的自良道下平 它沒有空會 雖然它是道 但因為沒有空會 也是苦地 這樣聽懂 這樣聽懂 所以它把道地跟道 混在一起 那不禁換神 它還沒有 它雖然是 以色身來說 它還沒有斷除 苦我直 所以它還是苦地 但是它已經 產生任怨菩提心 它是道所設 道所設 但是呢 它如果沒有在憲政 沒有在空會裡面 它是以福得分來說 它是苦地 因為它沒有空會所設 它是苦地 也是道 這樣懂 但是呢 它不能說 它不是苦地 因為它不是道地 道地是講什麼 空會 憲政 憲政的空會 那不禁換神 沒有憲政空會 它是比量空會 不是憲政空會 所以呢 不禁換神 它是道 但不是道地 所以它是什麼 苦地所設 這樣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答案 不清不楚 因為他們講的都不清不楚 可是我問一下 講的就是 這個地 因為 憲政代表 它只有 它有地 阿尔漢 它有 它只有地 對不對 阿尔漢才有 才有作為的地 地 地 什麼叫地 就是 也就是 現實真實 不是虛假如幻 這個地就地實 不是虛假如幻的顯現 叫地 那以 如果說 我們講 阿尔漢 對不對 它已經證得 阿尔漢果 它的色身 是由 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極論說的 它的色身也是過去由 那個 輪迴的因 因 煩惱 跟我質 造業而感的 所以它是苦地 那這個苦地是從 煩惱 我質 造業感的果來說 但是以阿尔漢看它的色身 是不是苦地 不是 因為它已經證得空性了 它已經幻化了 它不會執著它了 所以對阿尔漢本身來說 不是苦地 但是從 輪迴噪音的感果來說 它是苦地 但是從阿尔漢本身來說 它不認為它是苦地 因為它已經沒有地實的感覺 它是虛假如患的感覺 所以兩個角度不一樣 剛才講的苦地是從 一般的凡夫來說 以聖者的角度來說 色身也是虛假如患的 整位苦地的 它是不真實的 虛假的 所以兩個角度 一般佛法沒辦法講得很清楚 所以你說 當你 當你有第一密地的時候 這個是真實的道地 蛤 很有第一密地 這道地 這就是真實的道地 因為它是聖者看它真實 不是虛假的話 聖者的角度把空會 當成真實的顯現 那個叫道地 那剛才講的那個苦地 是以凡夫的角度來說 那道地是從聖者的角度來說 所以這時候 他第一密地是無聲的 對 不聲佛子煩惱 無聲法人 就是煩惱不聲的 對對對 那個叫無聲法人 無聲 所以如果假度佛法 沒有講得很明細 所以我們這樣透過這樣 反覆思辨 才說佛法是在講什麼 不然講得太模糊了 所以解釋到了聖者 他沒有什麼中醫生的問題 他沒有什麼中醫生的問題 也不會談什麼如來杖 不會 他正的空性 空性可能就是如來杖 就是佛性 他不會講這個 因為你正的實相 就不會談了 文字還沒有正的 就談那個文字 什麼才是如來杖 什麼叫佛性 但你正的的時候 根本不用談這個 所以你要通達一切吧 就必須要證得空性 對 了解空性才能通達一切吧 對 了解空性就了解緣情 了解緣情 就知道福德芬怎麼創造 這個很重要 其實佛法講得很簡單 只是文字上太複雜了 文字講得太多的文字 太多名下 他講不清楚 所以造成很多的宗派 什麼毗伯沙中 親仆中 為世中官 分在一起 如冷 這 對啊 就我的宗派才對你的錯 怎麼樣 這句子在文字上 那其實究竟實相 只有一格而已 這個有沒有這個問題 要不要再講 所以倒跟倒梯服一樣 我把它稍微解釋一下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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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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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